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要怎麼樣透過它的hotel的名稱去查詢它的縮寫 所以縮寫查出來放在第一個 然後綜藝槓再加上它的check-in的日期 但是一定要是試碼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我要的結果不要黏 只要月跟日 但是月跟日如果是各位數字的話要記得補0 那這個地方要只變0106 把它放在第二個位置 那第三個就是說它住幾天 那幾天的話就是把它check-out日期減掉check-in 再加1啦 因為如果你減完之後就是幾夜 而不是幾天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名字叫什麼 那全部串在一起 就得到一個所謂的那個訂單編號 所以那每一家那個就是飯店的管理方式都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 一樣的地方就是說我要怎麼最快知道說到底這一筆訂單 是哪一個客人訂的 然後他可能住了幾晚啦 什麼時候訂的啦等等的 那有的時候當然最好的方式一看那個編號 我就大概就知道這一筆訂單我有印象 那可以馬上比如說那個 那個客人 他到底就是說 有比如說打電話過來 他說他有什麼東西忘了帶走 那當然你要怎麼知道說他住幾號房之類的訊息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必須要仰賴所謂的那個 就是 這個訂單編號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編號的話 那你就很難管理啦OK 那現在其實服務業非常競爭啦 你會發現現在 飯店的好壞 其實你會 而且蠻及時的就是說 你只要住過之後大部分人都會評論 那評論的話就五顆星嘛對不對 那那個 如果比較差的 比較差一點就四顆三顆 那當然如果最差的一顆星啦 不過我想應該你們沒有住過那個一顆星的 如果你住到那個一顆星的話你覺得真的 真的你可能連想訂那一飯店 即便送你 你可能你都不會想要去住吧 所以有的時候呢要怎麼樣可以 就是說呢很快的管理 並且 可以 讓那個客人感覺就是說 他花這個錢 是非常值得的 就物超所值啦 然後當然他如果 入住之後的話 基本上沒有太多問題 沒有負評的話 通常會給比較高的評價 那比較高的評價相對於就是說 那個飯店呢其實也就是 比較高的售價啦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喔 當然他的評價好 他可以抬高相對的價錢 這一點其實是無庸之因為 飯店部分的話 其實我倒也還算是 還蠻經常到處旅行的啦 所以其實住宿對我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 還蠻常會遇到的 因為我自己住 經驗就是說 一定要先找 找飯店啦 那飯店的品質好壞喔 真的很 很重要 因為如果像你如果住到那種比較差的飯店喔 那不如睡家 家裡算了 因為你睡 最常遇到那個狀況是說 晚上 這個 好像有一些噪音啦 比如說像隔壁的吵鬧聲 有沒有 隔壁如果吵鬧到很晚 然後你根本不用睡覺 要不然就是說 什麼 像 其實我 之前也遇過那種飯店是什麼 那個空調聲音太大 有沒有那個 恩 那個風扇一直轉 然後呢 打電話給櫃檯 櫃檯我跟他講說 那是不是可以把那個風扇關掉 他跟我講說不行 因為他是中央空調 要不然就是說 太冷太熱 要不然就是 太臭 有一些味道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你花的錢 假設你花的錢比較少 你覺得 算了算了算了 那如果你花了很多錢 有沒有 你可能花了 一萬塊一個晚上 或一萬塊以上的一個晚上 就住起來的品質 是很差的 我看你應該會覺得說 花這個錢實在是找最瘦 你會發現 每次新聞都有 有人就是在新聞上面 就是申訴或爆料 說為什麼這一家飯店 這樣子我花這麼多錢 居然得到這樣的品質 有沒有 對之前好像常發生什麼 被蟲咬 有沒有 或者是 燙傷 有沒有那個 他之前鍋子前不是去韓國 然後住 就因為那個什麼 熱水壺 破掉 直接就把他們燙傷了 但是那個 那個韓國飯店就不問不問 OK 所以 其實 諸如此類的啦 當然不是說你今天花了錢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相對的品質 而 其實有時候適得其反 有時候不是說你今天 當然了 高價或許 代表就是高品質 但是不見得一定就是花大錢 一定就是得到高品質 有時候我發現 真的還是要 自己稍微再做一點功課 而且有時候反而 你花小錢不見得 不一定能夠帶來很大的 那個 很好的服務 OK這個其實還蠻覺得 因為 我自己常用 AGODA 訂房 而且我已經是 AGODA的那個什麼 這個白金會員了 因為我一年 一年的 那個 這兩年的全部訂房量已經超過快30 30個訂房 也就是我 其實也就是我經常 只要假日有空的話 我就會帶家人 就是到處去 去旅行 所以其實大概對這個東西還蠻有感覺的 所以將來你們 像你們學長節有一些 是到那個飯店 就是到旅行業去工作啦 其實他們也會遇到類似 這種管理的問題 因為你會發現如果你不懂了管理 你就不可能說 你的 評價拉高 不可能拉高你的業績就不可能很好 對不對 人家不來住嘛 或者是你 即便你要住你的價錢也不能拉太高 因為你評價不好 所以你如果評價好 然後呢你現在已經拉高 可能還是滿房的狀態 像我之前住 住宿的時候 剛好遇到 就是櫃台剛好是 以前教過的學生 他馬上說 老師 你來住 突然間 有點尷尬 不過我大概知道他是誰 那家飯店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說 他們甚至 你生日的時候他還會寄卡片給你 還會給你一些優惠 我覺得還蠻好 而且那個卡片是 他們員工每個人都 上面有簽名的 他不是那種 卡片什麼電子卡片用那個 大家都一樣 他是 用手寫的 然後每個人都在上面簽名 感覺讓你 這很用心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家飯店 住的品 感覺就非常的好 那每個地方 就是都會注意到那個細節 所以這個管理上面 其實 就是足以讓那個公司能夠賺錢的 原因 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服務業真的很 服務業其實 我覺得細節很重要 你要收人家這個錢 說真的 人家都會非常在乎 你覺得 那個沒關係 其實每個人都很在乎 有沒有 你少給什麼都不行 但你多給是應該的 有沒有發現 那 其實現在 教育慢慢也 教育業 其實慢慢也走向服務業 所以現在你說 那個 學校的 老師是不是服務業 寵物人員 但理論上不是啦 因為我們是專業 算是有點專業的 但是慢慢現在 教育的 大學教育也慢慢走向服務了 有沒有 所以 每一期都還要那個 你們還要做問卷 對每個老師做那個 課後課前問卷 有沒有那個 評比有沒有 所以你們也會對我做 那個評 每一期其實我也都會看一下 不過倒我是比較 平常心對待 因為我覺得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並不會說因為 你給我的分數很差 那我就會 懷恨在心 OK不會啦 反正 該怎麼教是怎麼教嘛 我不會因為說 要討好你們 所以我就 放水 不對啊 我應該要秉著我的良心嘛 我不能說 我今天 因為要好的評價 所以 都可以 很輕鬆 皆大歡喜 一團和樂 可是問題你有學到東西嗎 那你畢業之後呢 對不對 那你畢業之後才發現 到了職場上 發現 怎麼 職場上要的技能 你一個都不會 然後呢 老闆一直罵你 每天你都會覺得心情和郁悶 然後又得不到成就感 那當然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以前我腳這麼 所以 很多那個畢業生就會回頭怪學校 學校老師或學校說 學店怎麼都 完全都沒有給我東西 給我個畢業證書而已 那我到職場上什麼都不行 什麼都不會 然後薪水這麼低 那當然就不一個負循環 所以盡可能的 我當然是希望能夠正循環 所以盡量我把我所知道的 一些訊息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很多也是經驗分享 畢竟其實有一點很重要是說 學校會找我 主要因為我一個背景跟各位是一樣 因為我也是中文系畢業的 OK我的背景是文學的學生 不是說我今天是工科畢業的 所以我有時候其實 在 課程的設計解說上面 還是會比較偏重就是 以你們的角度來出發 去思考說這個到底要怎麼講 但是 不可免的啦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這麼硬 這麼生硬 OK 他不可能說 很軟性 好像我們今天 教了Excel可以 在上面 改成叫Excel的文學 Excel的什麼 Excel的 人文價值 是不是 人文精神 或Excel的文化 因為這東西其實說實在 充其量沒什麼文化 對不對 你說 所以有時候 像我第一個出國的國家 是美國 結果到美國 我會覺得說 這國家感受不到 那個文化的氛圍 這國家沒什麼文化 你這樣講 有些時候其實說真的 要夠精緻 才稱得上文化 如果不夠精緻 那很普遍那叫刺文化 OK 就是說他可能暫時性 會受到大家好像 好像一時 很有 很有那種刺激感 對 但是一樣 這東西不會存在很久 會存在很久 存在幾千年 然後那才是真的文化 對喔 為什麼幾千年前的 像中國文學裡面 為什麼那麼 一兩千年 三四千年的東西 現在還留存著 為什麼這些人奇怪了 他已經過往了 為什麼他的東西 還會不斷的在 書裡面 在課本裡面 或者在老師的 這個 這個 上課裡面 經常被提到 對不對 所以像什麼 李白杜甫 蘇氏 辛氣急 這些人為什麼你都還記得他 那當然一定有他的原因 OK 這些人為什麼存經存在 而且存在的時間還很長 很長 你看那個蘇氏 蘇東坡也超過一千年前的人 一千年到底是什麼概念 對不對 那表示說他其實有一定的家 現在更不要說孔子 不過孔子對你們來說應該有點遙遠 但是故事也不亂 他就是一個人 他就是一個曾經存在 而且對 當時的社會國家有一定貢獻 然後 足以讓大家 一定要把他的言行記錄下來的那個人 那他就有偉大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把他東西 一直保存下來 總有他的原因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 OK 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東西 有點扯遠的 扯到那個 飯店 那當然我是建議啦 各位可以多方去 去了解各個產業啦 像比如說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常常去外面住啊 住飯店的經驗 因為 有時候其實或許啦 可以去到處旅行看看走走也不錯啦 因為其實真的 讀萬卷書喔 真的所謂的 不如行 不如行萬里路啦 因為你要到一個地方之後 你才會有一些感受 而且最好是 到不同的國度啦 出國我覺得 因為現在疫情 可是疫情總會過去嘛 那學校好像有一些那個 交換學生的方案嘛 我是覺得對各位來說 也是個誘因啦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不妨可以 到處去走走看看 OK 好那這個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另外的話做完之後 其實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先做出這個對不對 然後再做出 這個後面的需求 這個是查出這個人的 名字跟姓 然後他住幾號房 住幾晚不是幾天 然後呢 幾晚的價錢 然後把它總數算出來 這樣的話呢其實就可以做很好的一個 飯店管理 那當然如果你要這個飯店 能夠 評價更好 可能還是要結合像Google map 或者像什麼 像那個貓頭鷹那個 有沒有 像上次我去住飯店的時候 我那個學生還特地寫信跟我講說 老師你一定要幫我 那個什麼 評價上面 一定要給我顆星 而且呢一定要提到我的名字喔 他還特別強調 他跟我講說如果你提到我的名字的話 這樣會對我的業績有幫助 因為他們可能 飯店非常看重這一點 OK 所以 這個我覺得服務業要做得很細的部分 那你就要想辦法 如何做這邊 這方面的管理 只要每個客人一進來 你就會 能夠記錄他所有的一切 如果他下一次再來的話 那你也記得他的話 他一定會非常 非常感動的 覺得你真的是還蠻看重的 所以服務業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 其實服務業部分我覺得在台灣 還有蠻有蠻大的 空間的 因為其實你說台灣的服務業做得好嘛 其實倒也 不夠好 我覺得還是有 進步的空間 這個進步的空間其實就是 這個加持的 就是說可以 賺到獲利的部分 好那最後其實就是什麼 再把它變VBA 上禮拜就是做VBA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要再來看其他題目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一直到 今天為止總共上了三個題目 一個是飯店管理 一個是人事管理 這個人 應該是這個 人事 在這裡 人事就是那個 一個 縮屬單位 不是這一個 然後另外的話有一個是黑名單篩選 黑名單篩選 這邊也沒有 OK那可能在另外 沒有存到 一個是黑名單篩選 然後今天的話請各位幫我開一個 這個範例叫做計算年齡 與那個 查詢時數 這一題相對稍微簡單一點點 打開之後的話 請各位打開那個 計算年齡 與這個 計算年齡 與那個查詢時數 那這裡的話當然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把他的年齡算出來 OK那怎麼算他的年齡 那算年齡有 兩種方式 一個是 你就單單看他的 什麼的 年 有沒有 1968到 今年2022 相差幾年 你就相減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假設說我希望年齡是要真實的 也就是他生日到的時候 比如他六月嘛 那六月還沒到 那就不算 多一歲 要到的話才能算多一歲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年齡怎麼計算 第二個的話呢 比較重要是那個 查詢 他的那個 結束日期 那這個結束日期稍微解釋一下 這一題的話其實就是這樣 他這個還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他這個 哪個課程有沒有 他並沒有放 哪一個班級的名稱 而是只有給個 代號 那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你自己去查 那 C04的話呢基本上指的是 哪一個課程呢 那你可以看到 C04是這個課程 所以 其實他後面呢就帶兩個欄位 就是他的相關訊息 那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的資料 都是走這種路線 就是說 他會在他的那個 資料裡面 只會給一個 這個編號或者是代號 然後呢其他資料在另外一個表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主要是要省空間 因為如果說假如 你直接放網頁製作班 還有時數的話 那其實會造成很多資料是重複 可是如果你放C04的話 其實相對的比起 放很長一串的資料 其實他的空間會比較 節省一些些 但是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資料不多 但也就沒有差那麼多 只是說因為這個是資料庫的概念 那我們需要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說 他的 代號在這裡 然後他的時數在這裡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時數的話30個小時 那這個地方的話 他有個 有一個 課程的設計 說每一週 特別是 每一週是3小時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30小時的話 一週三小時 也就是說 他總共要上10週 OK 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 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知道 他結束的那一天的話 那就是 從這一天開始 第一週嘛 所以第一週 也就要扣掉 也就是說 在9週之後 是哪一天 所以你要算出呢 9週之後 應該是哪一天 那這個 主要是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 開課的 課程時數 那課程時數 不是全部都30小時 有的60 有的90 60的話也就是上20週 90的話是上30週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想要 把結束日期算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7月3號的9週之後 應該是哪一天 你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一題跟 那個什麼 日期有點關係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